削弱后的TMP-9实力如何?实战打法有哪些改变呢? 之前我们测试过了TMP-9的6强属性,那时候它是名副其实的最强丑枪 后来TMP-9伤害被削弱了,手持盾牌腰射散步增加了 一起来看看最新版本的TMP-9实力究竟如何 先来看看改动最大的伤害 以前基础伤害是29点,暴头是62点 现在变成了基础伤害26点,暴头56点 打4只18点,打9为8点 没看伤害就降低了3点,其实秒伤降低了很多 因为它的射速是13.64发每秒 所以秒伤少了足足有40.92 现如今只有354.64了 从曾经的手枪最高变成了第四名 换代时间,子弹出速,弹容量配件都没变 接下来主要看看稳定性的变化 先看只拿TMP-9实的腰射散步 再看一手拿盾一手拿TMP-9时的腰射散步 明显拿盾时散步更大了 再看看腰射和开进的对比 先是腰射 再是开进 简直就不是一把枪 开进后非常稳定 腰射简直不能看 所以现如今TMP-9实战应该怎么用呢 如果敌人贴脸 那肯定还是腰射 如果离自己5米开外 就要用开进射击 搭配盾牌时可以这样用 正常守时盾牌防御 等待敌人换弹时 再开进射击 敌人如果开枪 就迅速收回手枪 用盾牌防御 这是目前收益最大的打法了 不能再无脑一手用盾牌防御 一手TMP-9腰射了 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我们下期见